第一位电视播音员 也是第一位电视主持人 亲爱的朋友们 亲爱的朋友们 祝你们在加速社会主义建设 和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斗争中 50岁担任首个电视专题栏目 为您服务的主持人 成为中国电视主持的先行者 当我们找到解决办法的时候 天气已经暖和了 所以事隔一年 我们才来做回答 请写信的对比小同学原谅 60岁重返央视主持节目 夕阳红 被观众誉为良师益友 来过北京吗 从一次来啊 是他挑选了中国第一位南波音员 他基本上不出错 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而且比较用功 他到台里来 很快就上节目了 沈丽的去世 饶吻不由地想起另外两位央视主持人 罗金和李永 也分别在2009年和2018年 离开了我们 生前的他们 又给我们留下了哪些深刻的回忆 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日 农历8月初一 喂你好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 非常6加1 我是李永 你好吗 即那些年 他们陪我们走过 马上播出 独家记忆百变人生 欢迎收看最新一期的记忆 我是孙宇 中国第一位电视播音员 第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沈丽 应病于2020年7月28号 在北京去世 享年87岁 今天上午9点50分 在八宝山举行了审立的追悼仪式 许多同行及后辈们 纷纷赶到了追悼会现场 来看他最后一眼 有点准备 人都是 即使你有准备 因为有感情 所以他也不舍得他 你要再这样走 可能就是一个普通大妈的 冬天一个特别简单的羽绒服 夏天就是一个衬衫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戴什么耳环项链 沈老师是一个灵魂干净的人 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 这样的一个人走了 他永远在我们的心里 就是我们三个人共同的心愿 人故有一死 任何一个人也躲不开这一天 但是沈老师的去世呢 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呢 我觉得是 让我们 十分悲痛 而且我们觉得是我们一个巨大的损失 是电视节目主持界的一个巨大的损失 你比如说在采访的时候 你不用去想着我得多说 怕别人觉得我没话说 你一定要作为一个倾听者 要去多听对方跟你的讲述的内容 所以他永远是这样 把别人高高的举起 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 他是真的真正意义上的 中国第一代第一位主持人 我们经常称 我们主持人这个大家庭的老大 哎呀呀都是老大 工作上 生活上 这是我们的一个榜样 对不起啊不说了 谢谢您 将会永远激励着我们年轻人 做好我们自己的本职工作 爱港敬业 谢谢大家 就年前 2001年 我参加张内人台主持人大赛 我记得那时应该在 马上就要决赛了 我们是有非常严格的规定的 然后我见到 孙玲老师也不敢说话 但是他看到我就 点了点头 跟我说了一句 说 你就认真做你自己就好了 但他就是这句话改变了 我认为他改变了我的人生 孙老师的这个人生格言是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他确实是这么想的 更是这么做的 我们愿 孙老师 一路走好 我认为他有几乎 我认为他能说话 我认为还有一些人生格言是 得知沈丽去世的消息后 我们栏目也在第一时间采访了他的老朋友宋世雄 听到了沈丽通知去世的消息 万分悲痛 沈丽通知是我的老师 好战友 老朋友 几十年我们相处在一起 他对工作的认真负责 郭伟明 郭伟立一心为电视事业付出自己的一生 一心为电视观众做一个忠实的徒人 所以我们在怀念沈丽老师的今天 我们要牢记沈丽老师 他为中国电视所创造的丰富的理论的基础 让我们把电视工作搞得更好 亲爱的朋友们 祝你们在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斗争中 这段影像拍摄于1960年 当时成立刚刚11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一次通过电视向东欧各国发表新年贺词 代表国家形象出现在电视音频上的正是中央电视台播音员沈丽 沈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电视播音员 第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 她被称为中国电视播音主持界的第一滴水 上个世纪80到90年代 她因为主持为您服务和西洋红栏目而闻名全国 2015年10月24号 沈丽因肺癌进入中国空军总医院接受治疗 去找些老师 别烫着 吃完饭半个小时 拿一瓶也当烫 那时候就拿热水一烫 吃完饭就当烫 把它喝了 让我一天喝两瓶 我实在喝不了 喝一瓶我就够意思了 早上多喝点 晚上少喝点 我是什么什么又到一年洪阳节 我祝您幸福长长久久 健健健健健康平安 健健康平平 这又什么 入院前十天 沈丽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 但是出于对曾经工作过的栏目的热爱 沈丽坚持着参加西洋红特别节目的录制 可以随便说 可以随便说 对你们两位来说 这也是根本 我要事先不想 为了照顾沈丽 摄制组特意为她安排了房间休息 沈丽的儿子吴林 陪在身边照顾母亲 不说 这些话讲 这才能够内容 那 没想过这事 1948年 15岁的沈丽 几乎以同样的姿势 坐在北平的一间照相馆里 她右腿微微拳起 手搭在腿上 优雅大方 就在拍下这张照片之后不久 1949年的一个夜晚 沈丽背着父母 和她的同学们一起 偷偷地离开了学校 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随后被编入了文工团 随大军南下 独特的经历 使沈丽的气质当中 既有大家闺秀的温满端庄 也有女战士的英姿萨爽 1957年 沈丽从部队转业 随后进入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播音组学习播音 正当沈丽潜心学习的时候 另外一些事情 正在北京 悄然发生 1954年 毛泽东主席提出 中国要办电视 经过几年的技术公关 中国的第一家电视台 北京电视台 也就是中央电视台的前身 进入到了紧张的筹备中 同时 对中国第一位电视播音员的选拔 也在全国各个系统展开了 你当时是怎么走上 播音员这个岗位的 我原来是从部队转业以后 就考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我在那学习 还是一个学员 还不知道怎么播音都不懂 还不到一年吧 我还没有上岗呢 电视台成立了 后来有一天领导通知我 让我去视镜头 我那时候还穿一个军装 我就去了 给我两篇稿子 说你对着这个镜头 你就念 那我就念了 因为那时候也不紧张 不紧张 什么也不知道 因为那什么东西不知道 什么摄像机不知道 都还没明白 叫什么也不知道 杀得很那种 刚才我看这照片 你看这个就是当年的演播室 好像那时候演播室特别小 而且这个机器的个头也挺大的 这个机器是那种德国的 它那个底下有一个大三角 这么厚 非常笨重 一个摄像师 你刚才中间 就是推拉的时候 就很困难 很笨重 全都很笨重 后面呢 就是搭着一个架子 特简单的背景 就您看我们现在 那个时候照片管不动那样 对 现在和过去 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我们现在这个演播室 是一个600平米的演播室 这还是我们台里一个非常平常的 非常基本的演播室 我们现在说60平米 60平米 是一个办公室改播的 我们这个十分之一那么大 这张照片拍摄于1958年的9月2号 是中央电视台试播结束之后 全体工作人员的一张合影 一间二三十平米的房间 围起幕布 就是当年的演播室 沈丽站在第二排居中的位置上 这时他是中央电视台 唯一的一名播音员 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 没有任何规律可循 中国的第一代电视工作者 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之下 开始了最初的探索 1959年 赵忠祥和吕大鱼 两位播音员进入中央电视台 就这样 沈丽和他们成为了同事 作为中国第一代电视播音员 赵忠祥和沈丽 共事了几十年 感情非常要好 然而遗憾的是 如今他们都已经离开了我们 2020年1月16号 赵忠祥因病在北京去世 享年78岁 在赵忠祥70岁这一天 沈丽被邀请到节目当中 为他庆生 两人也共同回忆起了很多往事 当时不是领导决定要增加播音员吗 就要两个名格 一男一女 后来那个而且是要到中学里头去挑 我们人事处的一个同志叫郑薇 他带着我一起到各个学校 到各个学校我们不能去面试 那么多同学 就看花名册 翻翻翻 花名册上有照片 有照片 很小的那个照片 证件照太重要了 真的 这要是照的不好看 当时就pass了 然后挑了几个 拿回来以后 我就完成任务了 然后就是台里经过什么试音啊 试图像啊 一关一关的再过 就是开始 就选照片的时候是我去的 他会紧张吗 就第一次真正那个上岗开始工作 然后见到您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没有什么太多的印象 印象了 不像现在啊 主持人啊 怎么怎么的 没有那个 就是 就是 进台来工作了 一名工作人员 我们当时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当时那您还记得怎么称呼赵老师的吗 别人给他起了个外号 叫大熊 一个 我一直到现在我还叫他大熊 一打电话大熊啊 大熊 对 为什么有这样的来源 因为他虎头虎脑的 那个 做大火 那个 声音也 也很 浑厚 那个块头也可以 长得呢 略黑一点 那个 所以 给他起的外号叫大熊 我觉得广大 我们一直都叫他大熊 广大电视观 应该第一次 觉得赵老师 用虎头虎脑来形容吧 你没看他那个 那个画面册那个照片 就是那样的 非常可爱的一个 一个孩子 大男生的那个形象 很大方 很大气 当时两位有搭档 一起主持过 那个新闻节目 对不对 新闻节目 在我的印象里 从来没有过 但是呢 新闻节目我们是 你想有的时候 我们两个 一年就是我们两个 当然有个叫李大鱼 他比如说出去 学习一年 四清一年 那就是我跟 沈丽我们俩 这一年就是我们俩人 我们俩人当时 如果晚上有播出的话呢 我们就有一个分工 他出图像 他化妆 他就 他出镜 我呢 就做那天晚上的 所有的画外音的解说 我很关心 在你们那个年代 对播音员的长相 形象的要求 有什么要求 特别 刚才说的男的 女播音员有什么要求吗 领导对我要求八个字 要端庄 大方 朴实 亲切 亲切 您这么多年 沈丽老师都是短发 当时对长发短发 有什么要求吗 一定得留短发吗 没有 没有任何要求 没有任何要求 就是个人习惯 那自己是哪天 要是不小心剪了头发 如果剪的不符合领导要求 不能出去怎么办 领导也没有这样要求 我也不会 那个时候化妆怎么解决呢 弄头发化妆 那个时候也没有化妆品呢 就是那个演员用的那种油彩 油彩 油彩 凡是淋油 打底 打打底 然后自己就抹一抹 油彩几种色彩 把它揉起来是底色 然后哪个是腮红 眼睛什么也都不化 眼线自己化 就是很 油彩妆其实也是 也是非 油彩妆是早期咱们戏剧 戏曲 人物造型 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工具 那个年代没有化妆师 没有高级的化妆品 就自己随便抹一抹 有化妆师不在我们这 我第一次出图像的时候 穿的是自己的衣服 是我出国访问 做了一件 那个黑颜色的不垃圾 就穿了 那也是公家做的 那出国是公家做的 之后呢 之后就是拍这个 当时我们元旦的时候要 欧洲国家拍赫年片 然后给我做了一身 那个套装 银灰色的套装 还有一年是给我做了一个 紫颜色的旗袍 就做了这么两件 1960年 当时只有18岁的赵忠祥 还是北京市第22中学的一名普通高中生 通过层层选拔进入中央电视台 成为中央电视台历史上第一位新闻男主播 在此后的25年里 他创造了中国播音史上一个又一个的传奇 八次直播国庆盛典 首位新闻联播的男主持人 第一位进入白宫采访美国总统的中国记者 而对于这样一位传奇人物 沈丽作为他多年的同事和好友 对于赵忠祥六十年代刚刚入行的时候 又有哪些青涩的回忆呢 他基本上不出错 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而且比较用功 他到台里来 很快就上节目了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大家对电视都不懂 电视播音员都不知道 所以而且人又少 每天要值班 所以当时他来了以后 还有一个李大鱼 我们三个人嘛 我负责排班 反正这一天的事交给他了 那一天的事交给大鱼了 然后有一天就是这么轮班 我也不知道他就怎么 怎么就就出来了 就接手了 后来就是因为他声音很好 所以后来有比较重要的新闻什么 都交给男生 因为他有力度 就都交给他播了 曾经掀起过一个 如果我不做这行 做别的行 我会感到很轻松 因为这行实在是挺苦的 他苦就苦在 别人不知道你怎么苦 你也没有办法 跟家人去 去让他们分担你的 这样一种痛苦 其实这种痛苦呢 我当时说就是没有一种 创作的幸福 只有一种直播的一种痛苦 这种痛苦不是说 我不爱我的工作 而是我千方百计的 使我的工作不出差错 这是真的 虽然在1960年 赵忠祥已经进入了中央电视台 做播音工作 但是沈黎的工作压力 依然没有减少 每天早六点到晚九点的工作状态 他保持了十多年 在播音岗位上的十几年的时间里 沈黎完成了几千期节目的直播任务 完成了1959年五一活动的大型转播 这个时候沈黎已经成为了 中国电视史上 当之无愧的播音第一人 而他在工作当中的感受和经验 也成为了中国播音主持发展史上 最为重要的宝贵资料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1974年沈黎主动申请 离开了播音主持的岗位 我觉得我的声音比较纤细 唱不了那个高调 另外那个时候没事情和做 我觉得我年龄也在那儿了 我瞎了自己 我再学点什么东西吧 就是报了那种很单纯的这个 我就改行了等于是 我就做编辑了 说我疯了似的搞节目 一年我能搞70个专题 从选题到报批 到编稿 到跑资料 几个图书馆 我都跑过 都有证 跑了以后 借那个资料挺沉的 都拿回来 都是看资料 包括请车 给被演员请车 包括录像的时候 带他们吃饭 没有巨物 就一个人 从头到尾 从头到尾 在沈丽的内心中 站在台前的播音员 和站在幕后的编导 虽然工作岗位不同 但他们都是在为人民服务 为观众服务 在当编导的八年里 沈丽制作完成了几百期节目 其中她曾采访侯宝林 李古一 编辑了节目 相声大师到哪儿去了 心灵的歌声等 曾在全国优秀电视 专题节目评选中获奖 而当沈丽全新 投入到编导的工作时 她的生活再一次 发生了重大改变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 中国进入了高速变革的时代 改革开放 使中国百姓的生活和思想 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此时中央电视台 想创办一党 贴合百姓生活的服务类节目 1982年的某一天 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陈汉源 找到了审例 提出呢 让他领导并主持一党 生活服务类节目 为您服务 按照当时的计划 为您服务将在1983年 1月1号正式播出 播出时间为每周日晚上的7点30分 每期15分钟 这是中国电视史上 第一个固定栏目名称 固定播出时间 固定主持人的专题栏目 开始我真的不想接 为什么不想接 我觉得那婆婆妈妈家长里短的 看的范围 人也少 这个也不是我所常 我就不想接 我也提过 但是一旦领导接 我记得陈汉源说过一句话 接得接不接也得接 这是我们的当时专题部领导 我只能服从 我服从是心甘情愿的 但是既然接了 我当时的想法对得起观众 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那我就把它做好 当我们找到解决办法的时候 天气已经暖和了 所以事隔一年 我们才来做回答 请写信的这位小同学原谅 如果这位小同学现在 也还坐在电视机旁 在看电视 那我就太高兴了 这是沈丽在为您服务工作期间 修改的部分稿件 这份稿件是编辑 为沈丽撰写的主持人串联词 不到140字 而沈丽修改的地方就有11处 在稿件的空白处 沈丽还标注了自己修改的原因和感受 每一个字上他都是用心的 他给我们讲课的时候就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编辑给他提供的稿件是这样的 说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来到邓小平的家乡 大家的心情和我是一样的 我们看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吗 觉得这不是主持人经常会这样说 但是沈丽老师拿到这篇稿子以后 他就改了一个字 他说我们来到邓小平的家乡 我和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 就这样轻轻的一个字 我当时在课堂上听沈丽老师讲的的时候 就心里就一下子被波动了一下 这就是大家和我是一样的 我和大家是一样的 这不是一个文字编辑的功夫 这是一种态度 一种关系的认识 还有一次编辑给他写的稿子是 说我们要采访一位当红的明星 他很忙碌 后来我们千方百计找到了他 他答应了 这样说有问题吗 好像说了也过得去 但是沈丽老师就改了 我们和他相约 你想我们千方百计的找到他 他答应了 然后改成我们相约 一下子就平时 那就沈丽老师 不论是对台下的观众 还是对一个当红的明星一样 都是平时态度 那你就说这种文字的这种功夫 你听沈丽老师用过那种 所谓大词啊 所谓那个漂亮的词 所谓华丽的词呢 从来没有 他从来都是那种平易的 这是功夫 几十年的工作经验和人生阅历时 沈丽意识到 主持人应该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 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 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 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 在为您服务工作期间 沈丽日复一日的修改了近千篇稿件和主持人的串场词 他习惯把大家改成您 习惯在节目的最后跟朋友们道再见 习惯真诚的说 这是我们特意为您录制的节目 他一次次用真诚的态度和语言 把最真挚的情感和尊重 给予了观众 我们想想在那之前 我们的广播电视和听众观众交流的时候 那是什么样的一种语言方式啊 是那种居高临下的 宣誓的 而沈丽老师 他面对镜头的时候 跟大家说话呢 是平视的 温和的 那作为观众这时候看他的时候 什么感觉呢 我觉得被尊重 我觉得亲近 那我觉得这是中国电视一个历史性的变化 是静悄悄的革命 正是这些不易被发现的态度和细节 赋予了审理和为您服务栏目一种力量 这种力量难以名状 却足以穿越三十年的时光 仅1983年一月到五月间 为您服务栏目就收到了一万三千多封来自全国各地观众的来信 同年六月 中央电视台总共收到观众来信七千二百四十八封 其中寄给沈丽个人的就有三千多封 甚至在沈丽离休之后 这些来信依然没有中断 沈大姐您好 今年中秋前后 您在电视节目中的一声再见 我们才知道您已经离休了 当天我们的电视节目都没有看好 日月穿梭 时间流逝真快 不知怎么回事 一种凄凉感油然而生 我们夫妻两个都有同感 我们更欢迎您能光临我家来相聚 我们一定会像对亲大姐一样对待您 前来以后 特别有意思 我就说在地下上吃当点 别人看我 你在这吃啊 我说我就是老百姓 本来就是 没有这个光盼就是老百姓 有的时候坐 出租车 完了以后 看我不要钱 非不要钱那不行 我一定要给 那人家就是劳动 我凭什么不去人家 心意我领的 心意我领的 我绝对 我绝对不会干这事 有一次在摊上 失败 我哭过别人的 那你是不是 所以我说我就是个老百姓 推下来就是老百姓 沾着那个电视台的光 1993年 沈丽被重新邀请回中央电视台 担任西洋红栏目的主持人 此时沈丽已经60岁了 她离开主持人岗位 也已经整整五年的时间 五年里 电视节目的样态 主持人的话语表达方式等等 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一切使得这次邀请 成为了对沈丽的再次考验 做西洋红的书 当时我的思想斗争很厉害 因为那时候美女如临嘛 谁愿 真的是谁愿看老太婆 我还能不能被观众认可 我不知道 所以我想试试看 做好了我就继续看 就是老年观众能接受我 我就继续做 不接受我打马恢复 所以我后来觉得这是一份情 如果我再能给观众做点什么事情 我觉得是一件值得的事情 所以我就做了 你看这些唱着跳的老天人 一朝一世 无不展示着他们不老的风采 当时沈丽已经60岁 但她仍然跟着设置组 奔赴大江南北 为老年人服务 沈丽用热情活力 真诚感染了老年观众 《西洋红栏目》 也让老年人感受到了生活的乐趣 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成为了当年老年人的精神家园 得知沈丽去世的消息之后 在美国经过17个月的抗癌治疗 《非诚6加1》是伴随着一代人成长的经典节目 其中扔卡片的动作 标志性的手势 已经成为了李勇的象征 喂 你好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非诚6加1》 我们会随时跟你保持电话联系 那时间关系我们挂线了 再见 欢迎现场毛的光临 也欢迎电视机前观众毛的收看 各位正在收看的是 谢谢 谢谢 在此后13年中 李勇共主持了十届春节联欢晚会 他在春晚上的出色表现 也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李勇除了一枚前央视主持人的身份 被大家所熟知 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更是被许多人称赞 那就是导演哈文浪漫体贴的丈夫 李勇的妻子哈文呢 是李勇在中国传媒大学期间上学的同学 既是他的初恋情人 也是他在央视的同事 1987年的9月 李勇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中国传媒大学 一个叫哈文的美丽姑娘 让李勇对他一见钟情 从此呢 李勇就开启了自己的浪漫攻势 再加上他特别善于攻心 就这样 一步步地李勇走进了哈文的内心 这个年龄呢 这个荷尔蒙分泌的也比较旺盛 然后呢 现在胖了啊 原来还比较瘦的哈 所以比较有棱角 然后我画画 我就给他画画 我就刺眉着他画画 后来呢 我就大概有那么两三个月就搭讪了 他开始还不好意思 他还给我们宿舍所有的小女孩都画 我们那个宿舍的女孩都有 太有心机了 对 都有 所以后来有一次就是我们那个大学那个大一的时候 在那个学校第一次过那个元旦 然后有一个班级的一个舞会 然后他就就是就过来找舞跳舞 然后然后就好了 这么简单 一个舞 对 就这么简单 我觉得那个舞肯定跳的不一般 八零年代末那时候跳的是贴面舞 哎呀 慢慢慢慢靠近 慢慢慢慢靠近 怎么在这儿瞄 我们就要看这个 就贴一个吧 首先是这样啊 首先这样 这是一个过 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那个时候呢 我跟你说 你不贴不放棍 对呀 掌声 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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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没跳过 你们没跳过 2002年5月20号 李勇和哈文的女儿 法图迈出生 看到女儿的第一眼 李勇不禁感叹 闺女儿真可爱 皮肤红红的 毛茸茸的 脸蛋比茶杯盖大不了多少 小拳头攥着 也就是鞍唇蛋大小 再比比小脚丫 还没有我的小拇指长 小鼻子小嘴 就是眼睛有点睁不开 睫毛也没长出来 她身上流着我的血 她就是我 我就是她 她笑我就笑 她疼我就疼 仿佛间 我仿佛看到了 自己的重生过程 2018年10月23号 李勇的女儿 发了一篇微博 好久不见 配图是一张 自己的近照 或许是让爸爸 在看自己一眼 或许是让他 记住自己的模样 哈文给女儿的微博 轻轻点了个赞 此刻 哈文和女儿都知道 真正的告别 就要到了 李勇带着所有人 给他的爱 离开了 如果说李勇的主持风格 是幽默风趣 那么同为央视的同事 新闻联播的播音员 罗金的风格 却是沉稳大气的 虽然两个人的风格 截然不同 但是都给观众留下了 非常深刻的印象 然而罗金 也已经离开我们 11年了 2009年6月5号 罗金因为淋巴癌 在北京去世 终年48岁 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8月31号 星期日 农历8月初一 据北京茶奥会开幕 还有6天 欢迎收看新闻的联播节目 首先向您介绍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宝钢集团 广东河山市南海区 和甘肃永昌县 在学习实现 科学发展观活动中 坚持把解决问题 贯穿始终 在深入学习实现 科学发展观活动 试点工作中 宝钢集团 广东河山市南海区 和甘肃永昌县 认真学习 深入调研 突出实践特色 坚持把解决问题 贯穿始终促进科学发展 所以这个大家都知道 罗老师最后一次 波音是跟我搭的 在这之前呢 我没有接受任何采访 因为我觉得 我都没有办法去面对 我老觉得 他8月31号可以来 然后9月后他还会来 可能永远都会来 但是 他的波音的生涯 就终止在那一天 其实刚才看片子的时候 我自己都挺难受的 就我都看不到这样的片子 那天说实在之前呢 可能李老师知道点他的病情 我们组里其他人都不知道 来了以后 他进了办公室 我第一感觉 我罗老师怎么这么瘦啊 就是我的第一感觉 他就永远是淡淡地笑了一下 最近胃不舒服 就说这么一句 然后就进入正常的准备化妆室 就是他那时候已经做了 第一期化疗了 对 当时我不知道 我就觉得好像就瘦了 后来在波音台上的时候呢 他依旧是 像他以前一样精神饱满的 把他的那个主要的新闻播完 但是他有一个细节 我后来想 我感觉到他可能 还是身体有一些 有一些问题 就他播完那个之后呢 他原来永远是 很正经地坐在那 然后那天他就 就塌下来了 有点累的感觉 后来我还说 我说你不舒服 胃不舒服的 也没多说什么 然后我就跟那个导播 还商量 我说要不然把后面的 一些小岛屿 我来念吧 然后他也 平时他就可能会 算是就这样吧 但那天他也没有在争什么 然后就这样 我就把后面刀也念完了 但是后来我才知道 他那天上市 已经做了一期化疗 很难受的状态下 但是他给观众呈现的 还是一个特别精神饱满的 很职业的罗金 这就是罗金 他永远都是这样 你用了多长时间才确信 罗金今天晚上 不会坐在你旁边 再上班 现在都不敢 七点的时候呢 我就会觉得 罗金还像以前一样 然后从礼物出来 打着他的领带 然后跟我们说 我穿这衣服行吗 你看能打着领带 能跟你们的衣服配上吗 但是就那一段 我们特别接受不了的时候 我们在这化妆 然后后面 就是罗金的遗像 抬起头来 我们开紧急房的时候 我们在这儿 踏在墙上 到现在我就觉得 他就是在我们中间 我们讲 记着这个职业 我们既然干上了他 我们很珍惜他 但是呢 同时呢 我们也很清楚 这个职业 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 包括我们的观众员主持 也有这个 这个患癌症的 对不对 也有这个实际 有顶着很多疾病 但是当他们在屏幕上的时候 他们永远是用一种 很亲和的 很自然的 很坚强的这么一种心态 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定力 由于你手上 毕竟掌握的是 比别人更有扩散性的 这么一个武器 更有冲击力的 这么一个武器 一个医生失误了 他可能是某一个人的问题 而一个记者 或者说甚至我们 播音员主持人 我在上面张嘴 这一句话 带来的后果 连我自己都不同的事情 中国第一位电视播音员 沈丽 走了 中国第一位 南播音员 赵忠祥 也离开了我们 那个主持风格 幽默风趣 总留着一头 潇洒卷发的李勇 也和陪伴了他 多年的主持话筒 说再见了 而那个已经离开 我们十一年之久 从没有在职业生涯当中 有过一次失误的 新闻联播播音员 罗金 也再没能准时出现在 每晚七点钟播音的 主播台上 然而许多人 并没有忘记他们 很多人会感激他们 曾经陪伴过我们的 那些时光和记忆 各位观众晚上好 今天是8月31号 星期日 农历八月初一 具体精彩奥会 台目还有六点 欢迎收看 请问您过去 喂你好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 非常六加一 我是李勇 你好吗 1985年春节联欢晚会 在这里进行 现场释放直播 若不得不分离 也要好好的说一声 再见 也要在心里 从而感谢 感谢他 给了你一封记忆